澎湖著名的水域游汽区 马公市乖庭休闲园区 金船有鲨鱼出没 陈勇会成员日前下海陈勇 自称与150公分的鲨鱼近身搏斗 搞得气喘吁吁才脱身上岸 引发了民众恐慌 但因陈勇不可能随身携带摄影器材或者是手机 因此为留下任何影像记录 这是位于马公市区的关亭附近的海域 风帆活动远近驰名 退潮时更是一处良好的天然海水浴场 区内全长约200公尺的弧形钢桥 就像是彩虹要在海面上 白天和夜晚截然不同的浪漫风貌 成为了澎湖知名地标 著名的海上花火节 陈勇澎湖湾以及国际风帆赛 接在此登场更是打响了吸引虹桥的知名度 夕阳烟花海景 点点风帆增添了虹桥的新面貌 变成了观光客观海远眺最美的旅游景点 一名陈勇会的成员在观亭下海陈勇 上岸之后向遇到的民众气爽吁吁地表示 海中有一条约150公分长的大鲨鱼 经过与其近身搏斗之后才得以脱身 免于遭受到鲨鱼亲吻受伤 一米 还不到一米 还不到一米 人游泳都在水面上 一米 一米 有跟你攻击吗 没有啦 还好啦 是我们会怕啦 我们会怕 当然会怕 对不对 你是往前 它在后面 你怎么知道它会什么时候给你 对 咬一口来 对不对 你不防备它 那个鱼 动物性你也不知道 对啦 对啦 但一些长期在这里游泳的民众表示 他们都在里面游 所以没有遇过鲨鱼 没有咧 没有 没有啊 在这里游的环境怎么样 很好啊 是哦 所以你们有发现的是什么 所有水母之我 只有水母而已啊 是哦 所以你们长年都在这里游 对啊 对啊 这个环境怎么样 很棒啊 很棒哦 听说昨天有人说在游的时候 有发现鲨鱼 我不知道耶 我没听说咧 没听说 你自己没遇到过 没有 没有遇过 长鱼很好吗 对啊 很好啊 这两天说有人发现鲨鱼 你有听到过吗 没有咧 没有 我都在里面游不知道 在里面你有遇到过什么样的状况吗 只有小鱼而已 很多小鱼 很多小鱼 跟水母而已 没有没有水母 是哦 所以这个好像没有水母 这个长鱼觉得 这不很好 里面啊 外面我就不知道了 有关日前呢 民众反映在观音亭从事水域油气活动时呢 发现有鲨鱼的情形 那农育局也呼吁 民众在从事水域活动时呢 要注意自身安全 身上如果有伤口呢 避免下水 那除了鲨鱼之外呢 可能偶尔也会遇到 像是水母 或石狗公之类的 可能有毒性的 这一类的海洋生物 那也呼吁民众呢 要更了解 这些生物的习性 有发现一些海洋生物异常的状况呢 也欢迎通报我们农育局 而澎湖内海是否有鲨鱼的出没呢 专家也指出 以西域二坎的湘网养殖内 三连两度捕获闯入湘网内的鲨鱼 答案是肯定的 但鲨鱼比较少攻击人类 除非身上有伤口 或者是带有浓厚的鱼腥味 一般比较少见鲨鱼 与人类近海搏斗 记者 陈荣誉报导